观众朋友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27号星期日 欢迎您收看希望之声TV 新闻速递 我是亭芳 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近日 中国互联网节目主持人崔磊 讲述球王梅西创造了比世界杯夺冠更神奇的故事 描述梅西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把一支联盟倒数第一的球队带上了冠军的宝座 他说 梅西在世界夺冠之后 他的去向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 世人都知道 接下来的职业征程很有可能会是梅西的最后一务 巴黎 巴塞罗那都纷纷抛出了橄榄枝 还有西亚豪门 利亚德歇悦 愿意为梅西开出令人震惊的三天15亿欧元的合同 这甚至直接刷新了体育界的记录 就在大家纷纷热议梅西到底会选A还是选B的时候 球王的决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梅西却选了C 他最终到了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而且是以5000万欧元的价格加入了联盟垫底的迈阿密国际 虽然协议当中还包括了俱乐部的股权 以及苹果和阿迪达斯广告的打包合同 但是大家依然是不能理解 其实对于梅西来说 钱和名气都不是此时他最看重的 真正让球王选择美国的原因 是因为作为父亲的梅西希望孩子能在美国接受教育 而自己在美国踢球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尽到父亲的责任 在签下合同的那一刻 一个属于梅西的新篇章已经开启 登陆美国的梅西改上的是北美联盟杯 这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和墨西哥超级足球联赛合伴的比赛 两大联赛的47支球队都将参加这一赛事赛制 也是从小组赛一路决出最终冠军 尽管有梅西的加盟 但是梅阿密国际对于球王靠自己的力量 能把队伍带到多高的层次 不抱什么期待 为什么呢 因为这支球队的底子太差了 梅阿密国际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国内联赛中 竟然坐到了11轮不胜 稳稳地坐在东部赛区垫底的位置 整个队伍那是毫无生气 签约梅西其实更多的是从商业的角度考虑这一点 梅西确实做到了 在宣布加盟之后 梅阿密国际俱乐部的粉丝从100万瞬间涨到了450万 当所有人都认为梅西只会在场上 闲庭信部地花花水充当球队的吉祥物 然后贡献一些经典片段 梅阿密国际没想到 美国球迷没想到 甚至梅西的团队都没想到 他不是只在鲜花丛中怒放 不是在玉玉苍苍中挺拔 他认真的时候能凭一己之力改写故事 能带来一束光照亮黑暗 7月22号 梅西迎来了自己在北美联盟杯的第一场比赛 摆在球王面前 最艰巨的问题就是此前的连败记录 让整个队伍的士气跌到了谷底 尽管梅西的到来是一记强心针 但是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那一场胜利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球王展开了自己的拯救计划 这是梅阿密国际对阵墨西哥蓝十字队 下半场比赛中 梅西终于上场了 在伤停补食第93分钟时 独自撕破对方的防线 用直冲进去的方式 为梅阿密得到了一个宝贵的定位球机会 尽管这个位置角度刁钻 但是对于梅西来说 他能试试直破球门 深呼吸 瞄准 起脚 2比1 没有什么是比一场胜利更有说服力 没有什么能比伤停补食阶段的绝杀 更能鼓舞人心 尽管拿下了首胜 但是梅西清楚足球是群体运动 胜利需要所有人承担责任 而比起进球的球场上 球王更需要施展的法术叫治愈 梅阿密国际的前锋马丁内斯 本来是球队的核心攻击 但因为连续多场比赛没有进球 又因为梅西的加入 他甚至已经到了不敢拿球的状态 梅西有自己的办法 在梅阿密国际对战奥兰多城的比赛中 球王主动把首发罚点球的机会让给了马丁内斯 这是整场比赛的关键时刻 马丁内斯不敢相信 梅西居然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长期状态不好的自己 他甚至再三和这位新来的队长确认 真的不由您来主罚吗 梅西坚定的神情给了他答案 马丁内斯知道这是一次信任 一次鼓励 更是一次自我治愈的机会 助跑 白腿 皮球滑过夜空如流星般破网 观众席中爆发欢呼 马丁内斯终于打破了进球荒 整个球场的气氛都被点燃了 比赛结束后 马丁内斯兴奋地搂住梅西 这一战 梅西让队员们找回了绿音场上的灵魂 此时距离这支曾经的云南队伍 成为冠军还差最后的一步 那就是对于胜利的坚信 八分之一比赛中 面对从来没有战胜过的达拉斯FC队 梅阿密国际在开场就失去了节奏 直到比赛最后十分钟 比分还是2比4 梅阿密国际落后 队伍中很多人的情绪 都已经从焦躁变成了绝望 而梅西将这一切都看在眼中 在最后的时刻 球王只是微笑地做着手势 从容地安排着任意球的站位 耐心地宽慰球队 没关系 我们能赢 当比分最终奇迹般地通过点球大赛反超时 现场的观众疯狂了 谁能做到忘记时间 从最后十分钟重新开始比赛 谁能做到让一群丧失希望的人 相信胜利最终会眷顾自己 只有梅西 比赛后 梅西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或许他已经知道 就在此时 迈阿密国际已经成为了一支真正的冠军球队 在梅西的带领下 这支几个月前还积分垫底的球队 竟然真的登上了北美联盟杯决赛的赛场 而这次的对手是纳什维尔 其实对方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梅西此刻只想尽情地享受比赛 便让所有的观众看到足球的魅力 比赛开始的23分钟 梅西在禁区前沿得球 此时在他面前有多达5名防守球员 但这正是球王希望看到的 只见阿根廷人无视人强 连续横拨 在瞬间闪开 获得一个空档 把脚目射 皮球应声入网 阿根廷国际1比0取得领先 收看到这场比赛的观众是幸运的 因为梅西不仅仅贡献了这一例 如同教科书般的进球 这场比赛最终决胜的方式 竟然是双方连罚11轮点球 似乎只有梅西参与的故事 都注定成为传奇 连守门员都站在了罚球线上 观众的肾上线激素 已经飙到了最高点 当梅阿密国际门将卡伦德 将球罚进对方的球门后 哨声响起 梅阿密国际夺得了队史上的第一个冠军 这一刻 梅西就像孩子一样跳起来奔跑 他与俱乐部老板之一的传奇球员 贝克汉姆激情拥抱 接着队员们将他高高抛弃 而在球队捧杯时经典的一幕又上演了 球王在领奖台上将队长的秀标摘了下来 交给了前队长叶德林 并且邀请叶德林和他共捧奖杯 此刻全场沸腾的球迷 无论他是哪个队伍的支持者 此时都被精彩的比赛折服 被人性的光芒所感染 这才是真正的足球精神 也许梅西真的可以封神吧 因为神之所以为神 就是当人们沐浴在他散发的光芒中时 就可以获得勇气和力量 26号 国际足联暂停了西班牙足协主席的职位 因为明星球员埃尔默索 指控他在西班牙女足世界杯 夺冠后的庆祝活动中 未经同意亲吻了他 国际足联在当天一份声明中表示 西班牙足协主席鲁维亚莱斯 将被停止90天 而且不得参与国内与国际上 所有与足球有关的活动 他与西班牙足协的代表也被勒令 不得与埃尔默索和任何 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接触 这个命令立即生效 上周日于悉尼举行的女足世界杯决赛上 西班牙以1比0战胜英格兰队后 鲁维亚莱斯向队员们分发金牌 当时他拥抱了并亲吻了爱尔默索 鲁维亚莱斯声称这个吻是两相情愿的 但他的行为遭到了爱尔默索 其队友和西班牙政府的激烈批评 爱尔默索在推特上声明说 我不喜欢这件事 我觉得自己很脆弱 是冲动驱使的 性别歧视的不恰当行为的受害者 这种行为没有得到我的同意 爱尔默索和整个世界杯冠军队 都拒绝在鲁维亚莱斯担任主席期间 再参加比赛 西班牙国家女子足球队教练组的大多数成员 也都宣布辞职 但主教练比尔达没有辞职 上周日的亲吻事件发生后 鲁维亚莱斯立即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 鲁维亚莱斯的道歉是不够的 政府已经启动了允许解除他职务的程序 西班牙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德拉夫恩特 也谴责鲁维亚莱斯的行为和举止 然而西班牙足协支持其主席 甚至一度威胁要对爱尔默索和其他人采取法律行动 这一连串事件引发了西班牙足球界的一场危机 在国际足联作出裁决后 西班牙足协任命了一位临时主席 据统计截至2023年初 美国的亚裔人口将达到2000万以上 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来自华人 约为545万 通常二线城市的人口必须要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 这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二线城市 全部的人都去了美国 华人移居美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当时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 大批人离开故土 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他们中许多人来到美国找到了工作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区 这些社区通常被称为唐人街 不仅代表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也是华人在美国定居的独特地标 事实上 很多华人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教育环境是主要原因 很多人为了孩子的未来 选择早点送孩子去美国读书 这也是很多中国人选择在美国定居的原因 在美国 学生可以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和文化 这种多元化的文化环境和氛围 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提高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在大学教育方面 美国有4000多所高等院校 其中世界排名前10的大学 美国占5所 这些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为国际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 和一流的教育资源 不过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 需要谨慎对待 美国的法律和制度 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异 虽然现在在美国的中国人挺多 其中有些人可能会遇到更好的机会和福利 但我们也不能轻率对待移民定居这件事 特别是要考虑到法律和文化的差异 近日 佛州一名正在攻读化学系博士学位的华裔男子 被控告毒害他楼上的邻居 导致这家人病了好几个月 我们一起来听听事情的经过 您在佛州读博的中国留学生 被隐藏摄像头拍到 他在邻居的前门下注射了阿片类化学之剂 导致其家人和刚出生的婴儿生病 乌猫艾布丽拉和他怀孕的妻子 于2022年6月搬入坦帕的新公寓 受到大楼内其他居民的热烈欢迎 然而不久之后 艾布丽拉就收到心怀不满的楼下邻居李旭明的短信 他抱怨称 自己经常听到楼上的脚步声 关门声以及马桶座圈移动的声音 这些噪音导致他失眠 不过艾布丽拉和房东做了几次模拟实验 几乎听不到任何噪音 经过雨离几个月的争吵 艾布丽拉一家开始感到头晕 恶心和呕吐 他的女儿没有哭 但眼睛里经常充满泪水 当艾布丽拉一家外出度假时 一位朋友在为其取包裹时 闻到了一股化学气味 艾布丽拉说 这是一种比起假水更令人讨厌的气味 他给空调公司和水管工打电话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但气味似乎就是从热水气处散发出来的 为此 他的房东还为其更换了热水器 甚至清理了通风管道和通风口 但气味仍然存在 艾布丽拉甚至还给消防部门打了电话 但仍没有发现问题 不过艾布丽拉确信家里肯定有问题 他开始像警犬一样 秀家里的角落 当他搜索到门口时 发现角落里有一条小裂缝 他怀疑邻居李某可能与家人的病情有关 于是他在屋外绿植里 安装了一个隐藏的摄像头 当艾布丽拉的女儿再次生病时 他查看了视频 发现李蹲在门外 但看不清楚他在做什么 他调整了隐藏的摄像头角度 当女儿再次生病时 他检查了摄像头 结果发现 李拿出一个装满液体的注射器 然后将其注入他家门框的裂缝中 艾布丽拉立即带家人离开家 并报了警 李随后被谈怕警方逮捕 并被指控多项重罪 包括持有受控危险物质和入室盗窃 危险品测试显示 液体化学剂还有美砂酮和氢可酮的组合 这两种药物都是阿片类止痛药 法庭文件显示 李去明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化学系的博士生 但学校称 自2023年下级学期结束后 他已不再该校就读 李以获保释 预计将于12月5日出庭 他目前正面临来自 艾布丽拉的家庭暴力诉讼 和公寓协会的违约诉讼 艾布丽拉说 即使在战争期间 最可怕的敌人 也不会用化学物质攻击对手 一个邻居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 但他却用化学物质伤害我们 这太可怕了 今天的新闻速递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亭芳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